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一起和大家来做一次开箱 开箱的内容的话就是香港的net卡 就是我手里的这封信里面的卡 这个卡的话是我2月12号申请的 然后2月17号的话从香港寄出 然后今天的话2月22号的话是已经送到我的手里面了 这个的话是net寄过来的一个信封 他是香港邮政寄过来的 在中国大陆的话是有那个中国邮政来派送的 是一封挂号信 在这个信的右下角的话有那个net的一个标志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走的是一个航空舰 虽然说是航空舰但是17号即今天22号也是用了5天的时间 好我们现在正式打开 打开了之后他有两个东西一张的话是这个小卡片 就是一个欢迎的卡片 这是正面背面的话是 注册的一个开通卡片的一个流程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正式的他的卡 他的卡的话设计开关的话是非常非常新颖的 跟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这边有一个服务手你一拉 他就展开了 展开了之后的话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就是 感谢你选择net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他的一张万史达的卡 这张卡的话是和 全球负合策的一张预付卡 然后卡面上印了 然后这边是名字 然后有效期 这个设计的话比较新颖 拿去比较方便的 而且他非常非常灵活啊 看非常非常的灵活 而且他卡片的话 质量的话做的也是比较好的 很厚很厚 比国内的比如说 招商银行的信用卡就是薄薄的一张纸一样的 这张的话是很很厚实的 而且他这个颜色的话是很年轻活力的一个颜色 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不知道内特是什么 那如果说你没有听过内特的话 那你肯定会听过那个 N26这些的话 近年来在欧洲非常流行的一些数字化的银行 其实内特的话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香港的一个N26 那么他具体是提供怎么样一个服务呢 我们到他们的官网一起来看一下 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内特的一个官网 他的官网是英文的 我们可以用谷歌浏览器把它翻译成中文 他的一个业务主要是两块 一块是商业的业务 一块是个人的业务 商业的业务的话 他主要是为一些初创的公司或者小公司 来提供一些银行的账户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给员工去发放工资了 然后还有公司账户资金的一些互转了 这样一些功能 感兴趣的小伙伴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今天重点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个人的一些功能 我们看第1个的话是得到报酬 其实也就是入金了 他入金的话主要是有三种方法 一种是 现金 你可以在那个香港的便利店里面去进行充值 第2个的话是银行转账 银行转账 内特的话 他提供一个完整的 中国银行香港的一个银行账户 你是可以直接通过银行去电汇到这个账户里面去的 第3个的话是通过转述快来进行转账 再下面一个是网上开户 也就是内特的开户的话 它是存在网上进行的 我这边的话去开户的时候应该是花了 5分钟左右的时间 他的话和其他网络银行的开户的话 流程是大同小异的 就是你去填一下你的地址 然后填下手机号的验证 手机号的话用大陆的手机号是完全可以通过验证的 然后再填写一下卡片的一个邮寄的地址 卡片的邮寄地址的话 他你在填写的时候 他会提醒你说 只支持那个 商业的地址 私人的地址是不支持的 但是我填的是我家里的地址 也是顺利的收到了这张卡片 所以说你没有关系 直接去跳过去申请就可以了 然后上传的证件的话 我这边是上传的是大陆的身份证 也是可以顺利的通过审核的 不需要去护照 或者港澳通行证等一些证件 可以说真正的话是零门卡 所有的人的话都可以去申请这张卡的 第三个的话 它是提供一个是万事达的一个预付卡 这个预付卡的话 是它是 跟全球付去合作的 跟全球付合作的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听到全球付都觉得 是个坑 但是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全球付的账号 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 如果你还不知道如何去使用 全球付的账户的话 你可以点击屏幕上方的视频的链接 在这个视频里面我详细的介绍了如何利用全球付 去用大陆的信用卡给他充值 然后的话 就可以把全球付的一些金额 转移到境外的一些 银行的一些账户 好下面一个重点介绍的话是没有年费 或者是佣金 NIT卡的话 它确实是没有年费 还有佣金的 但是的话 它的一些费率的话 因为它是基于全球付的 所以说它的很多费率的话是和全球付去挂钩的 好我们可以点下下面的一个价格 然后去看一下 它哪些地方是需要收费的 首先第1个 它的一个你的开户 还有一些客户的支持的话 是完全是免费的 需要收费的内容的话 第1个是交易的退款 退款的话是要每一笔的话是收4港币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现在去刷卡就消费了 100港币 但是你之后这个东西又不想要了 要去申请就退款 你退款的时候的话 他会扣除你4港币的手机费 也就是说 等钱退回来之后只剩下96港币了 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坑的 我们正常使用信用卡就扣 然后如果说撤销的话是没有损耗的 但他这个却有4港币 下面一个是补卡是50港币 然后自动贵员机提款是2% 最低的话是25港币 这个自动提款机取款的话是 大陆是不可以去的 只有香港才可以去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下面一个是外国商人费用1.5% 另外一个的话是闲置费 闲置费 如果说你6个月的话 账户都没有活动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会去扣除你12.5港币 每个月的一个闲置费 就比较吸引我的话是这个地方 当地银行转账 还有国际银行转账 他这边是 coming soon 就是快来了的意思 现在的话 nit这张卡办理的话是完全不需要门槛的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的话 有时间的话 尽量去申请一下 申请成功之后 你可以去暂时去不 激活他 或者说去不 充值 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有一个账户的闲置费 你把这个香港的账户先放在这里 等有一天 比如说他支持国际的汇款 支持银行间的汇款之后 他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银行功能的账户了之后 这个时候的话你再去拿来用 然后收款的话是 转速快和本地银行的话是不需要钱的 然后快速本地银行付款的话是15港币 国际支付的话是60港币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通过国内的银行账户 直接给nit账户 转账的话 他是需要收取60港币的一个手续费的 这边的话自动固员机atm取款 atm充值的话是免费的 然后另外的话 他有一个常见问题这个页面 我们把它点开 常见问题页面点开右下角的话 他是有 默认的中文服务的 你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的话 这边的话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 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 大家的话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点进去看一下 我这边的话就 我不再啰嗦 就跟大家去讲了 好的下面的话 我就在手机上面去激活一下这张卡片 我们打开nit的app 然后去输入你注册时候的邮箱 还有你设置的一个密码 好的 然后这边去激活卡片 去直接去 扫描一下 好劝一下自己的卡号对不对 点激活卡片 这时候他会发给你一条那个短信 一定要用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一定要用那个大陆的手机号去注册 要不然 你比如说你用虚拟号 万一哪天不用的话 这个卡片就是你登不进去了 好的现在激活成功了 激活成功了之后 我们看到他的界面全部都是 英文的 我们去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去变为中文 到设置这里 可以看到可以变为繁体中文 好的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的各项功能 第1个是盖栏 然后上面的话是有一个充值的按钮 充值的话是转速快网上银行和现金 稍后的话我和大家去演示一下如何用转速快去充值 然后这边的话是他银行账号 我们可以看到他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银行的收款账户 他的收款人的话是 这个公司的名称 也就全球付的公司的名称 所以说我这边很怀疑的话 我们直接从大陆去电汇给他能不能收到 因为国内的银行的话 一看到你的收款人是公司的话 他很有可能会拒绝你去电汇的 银行的话是中国银行香港 另外一个是现金充值 可以通过中国银行分银行的 自动贵源机 他提示你这个你充值之后不要插到你的那些卡 直接去输入这些账号信息就可以了 最后的话要上传一下你的那个 存款的一个收据 好第2个的话是交易记录 他分为消费和收入 收入的话他又分周月年这些很详细的一些 第3个的转账 目前的话他只能给内的用户互转 然后不能通过转数块给其他的账户互转 这是我觉得现在是最坑的一个办法 也就是说你这个钱到你这个账户里面 之后就是出不来了 你只能把它花掉 好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充值 我们在大陆的话 最方便的一个充值方式的话 就是通过转数块 转数块的钱怎么来呢 还是之前那个方法 我们要通过全球付 好的我们现在打开全球付 然后选择充值 我们先充实港币测试一下 现在已经充值成功了 然后我们去试一下把它转到内的账户 我们选择转账 然后我们到那个 内的账户里面选择转数块充值 去获取一下他的一些收款的信息 好 然后到全球付里面 我们去选择 转账 转账的时候我们选择第2个 试编码转账 然后这个地方 试编码转账 试编码转账的话 我们手机号选择大陆的 然后这边去输一下那个转数块的一个id 就是我们net它里面提供的那样一个账户 账号的号码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看到他是 查询不到那个net的一个账户的 说句实在话全球付的这个用户体验的话是还是比较差的 还是提示找不到 好的那我们就通过拍注赏去充值吧 我们先把 全球付里面的钱转给拍注赏 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拍注赏是怎么申请的话 你可以点击屏幕上方的链接 去观看一下我之前做的那期 拍注赏视频 好的我们现在转到拍注赏里面去 然后拍注赏选择paybody 然后选择付款 这边付款的方式的话 我们这边选择 转数块识编码 然后到这里去输一下我们这边这个net账号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付款付款的方式的话 选银行电子钱包 然后收款人的账户的话我们这边 选那个930全球付 名字的话 他这边没有名字 我们先不输 然后下面账号的话就是 net那个账户号码 输进去 好的名字还是要输的 我们输一下名字的拼 然后输一下密码 我现在已经付款成功了 然后我们到net里面去看一下这个钱有没有到账 刷新一下 看到已经有10港币到账 这边的账户号 因为这个钱转到net里面就转不出去了 就是只能把它花掉 所以说我们测试一下有哪个途径去可以把它花掉 我这边测试一个是 微信去支付去绑定一下 看能不能绑定成功 好的 我们这边去输一下 记得信息 这些地址这些都输一下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他是不支持去绑定 微信支付的 那没有办法我们再去试一下Apple Pay吧 Apple Pay能不能绑定 我们这边看到Apple Pay也是不能绑定的 所以说目前这张卡片的一个使用方法就是 你花掉它里面钱的一个方法 要不你通过网上消费就把它消费掉 要不的话 你在那个线下你可以通过一些支持万事达的一些商户去刷卡 就把它消费掉 总体来言的话 nate这张卡的话 现在使用的场景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今天的话只是给大家简单的去做一下开箱 然后充值 之后的话我会尝试 用nate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如果说成功了之后 我会再次去做视频 去分享给大家 好了 以上的话就是关于nate所有的介绍 听完这个介绍之后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 这张卡很鸡肋 反正我是感觉到这张卡是比较鸡肋的 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去办这样一张卡呢 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的话 就是这张卡是免费的 是不需要办的时候是不需要钱的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在他的官网上可以看到 他虽然说现在只支持nate用户之间的一个转账 但是在后面的话 他有可能会支持银行间的一个转账 也就是说他 他在后来有可能会逐步的发展为一个全功能的一个银行的账户 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觉得这张卡既然现在没有什么用 我干嘛要花时间去申请他呢 就像之前有小伙伴 说拍注赏对我也没有什么用 我为什么要去申请他呢 上一次的话 我做了一个拍注赏怎么去使用的视频 很多小伙伴看到这个视频之后 就去申请拍注赏的账户 但是这个时候发现中国大陆的手机账号 已经不能够申请拍注赏账户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我的这个频道主要是讲如何去办理境内外的银行账户 如何去实现境内外资金的一个自由的流转 以及如何去个人的理财的一些方法 如果说你对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的更新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